强生爽身粉质癌案 拟50亿和解强生已初步同意支付约7亿美元 以解决美国40多个州对公司进行了一项 有关其婴儿爽身粉的调查 强生被指控在销售婴儿爽身粉时 没有警告该产品成分可能导致的健康风险 从而进行了具有误导性的营销 知情人士表示 和解协议将使强生避免潜在的诉讼 这些诉讼指控强生隐瞒了其爽身粉中的失联成分 可能导致各种癌症的风险 目前强生和美国各州总检察长的代表 仍在敲定协议的具体条款 但已经就大致的总赔偿金额达成了一致 仍有多州的调查 还在进行强生公司的发言人 雷尔光尔美工时间周一 并未理及就最新达成了这项7亿美元的赔偿质品 但据美国婆罗里达州 总检察长Ashley Nudy的发言人 在美国多个州 关于强生婴儿爽身粉致癌的调查 仍在进行当中 且这些调查尚未达成可解协议 Nudy一直在负责强生公司的调查 以及和解的策略 彭博社报道称 和解协议是强生策略的一部分 该策略旨在弱智 关于其婴儿爽身粉产品越来越多不错 顾问的重点是 强生隐瞒了该产品的健康风险 彭博社报道 截图据强生公司去年10月 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 美国4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已经启动针对公司 婴儿爽身粉产品营销的联合调查 包括亚利桑那州和北卡罗来纳的 数个州的总检察长 都向强生提出了进一步信批的要求 而截至目前 美国密西西比州和新墨西哥州 已就强生的婴儿爽身粉营销行为提起了 但彭博社援领的知情人士称 强生州已达成了这项协议 并不包括密西西比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付送 因为这两个州针对强生的付送还在进行当中 并且消费者们希望通过谈判获得更高的赔偿 根据法律文件 密西西比州希望强生公司 因为1974年至今 在该州销售的600多万品 没有充分提示癌症风险的婴儿爽身粉 受到破坏 如果法官根据该州法律 对美国婴儿爽身粉出现 1000美元的盘管 这将导致强生面临高达 约60美元的品质 目前面临5万多体诉讼 强生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保健产品制造商 其婴儿爽身粉是其最畅销的产品 然而 自2014年以来 该公司就一定为其婴儿爽身粉 涉嫌致癌而被远入 一场漫长的法律战